有聽以前人家說什麼 什麼 在鞋底裡面什麼防曉人 然後當襪子 然後拆小人 那種有效嗎 其實都有效 因為就是說 這個有血腰有波比 有教有問題 原則上的話 這些所謂的 武術撇步 對 心武則靈 你主要你心有 你有信 然後你自然就會有靈 那你要像比如來講 像以前我們在 教我們的學生 我的學生換小人 我是一樣叫他喝茶 就換小人 因為你喝茶 你茶杯的顏色 你的顏色 茶杯顏色 盡量不要用 土色 不要用黃色 為什麼 不要用咖啡色 要用白色 白色屬金 那白色屬金的話 金來生水 水來生木木來生火 這樣的話 小人來反而變貴人 這樣的話 所以原則上 你可以在過年過節的話 你在你的中宮 中宮就在中間 擺這個茶組 然後也可以招你的朋友 就是你的所有的朋友 你的親朋好友 來喝茶 泡茶 然後這樣的話 也等於是說 招貴人 小人不要過來這樣 老師那提到招貴人 招貴人的方法 在龍年還有哪些招組 招貴人的方法 很簡單 就是說你原則上 你一定要配合到顏色 配合到你的顏色 比如說你的顏色 你的八字 你的五行 你的五行如果說木行人 木行人就是所謂的很高 高高的 然後可能有一個 有一點胖胖的 那所謂的木行人 那木行人的話 你可能 你要招貴人的話 可能你盡量找土行人 土行人就是不高 然後有點胖 矮矮的 互補的概念 對 木跟土就會有互補 這樣的話對你一整年的貴人 你要你的工作 你的生意 你的生意場合 以及你的 你想要的 你想要的訂單 你想要的錢 你想要的所謂的方位等等 這樣的話 自然它就是你的貴人 那你的貴人 它就會提供你一些 資金啊 財運啊 有形無形的資源 對 就會來幫助你 啊 老師那像我是屬於哪一型人 我要找怎麼樣的一個人 當我的貴人 你是水行人 我是水行人 對 你是水行人 所以你水行人的話 你在你的工作領域上 你就會比較會有一些順遂 那有一些阻礙的話 就是你可能會遇到火行人 因為水火不容就會有效 水火不容那怎麼辦 那沿著上的話 穿衣服就把它化解掉 就顏色 你就盡量用 穿紅色啦 或者穿黑色啦 或者穿藍色啦 這樣的話可能就會 把你的一些不好的 把你擋住 就不然 就自然偶然 它就會變成你的貴人 貴人 反而就是 其實等於說 這都可以化掉的啦 對 這孕不見的都是 壞孕藍 你也可以把 你厲害的話 你可以 像老師一樣 用很多的方法 或是用善孕 你就可以把它化成好孕 對不對 哇 這是最高招 所有不管來了是好的壞的 最後經過你的這個氣場 磁場 最後全部變好的 是這個意思 對 哇 厲害厲害 試試看 再說 感谢观看